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搜索仍是第一流量入口,土耳其互联网用户PC搜索量位居欧洲首位,互联网用户使用习惯以搜索为主,在土耳其电子商务市场中,搜索仍是第一流量入口。 在2017年的数字广告收入中,搜索引擎带来的额收入占比53%,其中关键词搜索成为占比最重的行为。 YouTube、Facebook、Instagram和Twitter是土耳其主要社交媒介,土耳其52的人是月度移动社交网络用户,支付情况和电商平台。 在支付方面,土耳其最常见的网上支付方式是信用卡支付,分期付款的忠诚卡Loyalty Cards,万事达卡Master Card以及Visa卡,信用卡支付占比达到了90%,是土耳其电商用户最常用的支付方式。 但是,像BPM Express、iPero和P2Go等移动支付公司在土耳其的使用率也在不断上升。 电商平台方面,土耳其约有1、6万余家电商网站,而土耳其最大的电商平台Facebook仅占市场份额的13、57%。 其余电商占比均未超过10%,这也就表明了,土耳其电商市场目前还尚未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 此外,土耳其排名靠前的其他电商平台还有BTGDiabay投资的大型拍卖网站,N11、Sofie Bindon和Trendior Ali投资的服装时尚网站。 贸易政策,土耳其进口体制是基于世贸组织成员义务,欧洲关税同盟国协定,欧洲自由经济区的自由贸易协定,不会致原则和国家发展需要制定的,土耳其拥有透明和开放的贸易制度,除法律、法规及国际协议禁止之外,所有产品都可在出口制度条例框架下自由出口, 任何个人或企业均可注册登记,自由从事进口业务,土耳其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其关税表以货品编码协调制度为基础,欧盟土耳其关税同盟于1996年1月生效,在关税同盟下,土耳其和欧盟对彼此大部分制成品的关税,其他附加费以及进口配额均已取消, 土耳其还采用欧盟对来自第三国或地区的进口产品实施的共同对外关税,因此,从欧盟及土耳其以外地区进口的产品,只要在进口国办够进口手续,并交纳关税或相应的收费,便可在欧盟及土耳其境内自由移动。 BY APHMA 了解更多出口电商信息,关注一方出口官方号 ID.JUKOUT